兄弟们,这里就是日本有名的自杀森林,青木原树海 就在富士山下,形成一千多年前的富士山珍观大喷火 这里每年都会发现近百具尸体,大多数是掉在树上的 甚至现在在里面找尸体都变成了一种兴趣 有的高手一个人在里面就找到过七八十具尸体 我是今年春天去的,当时下了一场大雪 树海里面有一条路,连接几个小景点 每天都会有几班巴士接送 别人都是坐巴士进去,我当时没坐车 拿着云台一边直播一边走了三个小时左右 就到了树海深处的一个叫蝙蝠洞的景点 有一个五十左右的管理员老大爷说蝙蝠洞因为积雪融化所以没开 当时就感觉他看我的眼神有点怪怪的 当时天色也不早了,我寻找就等下一班车坐车回去吧 就去了景点里一个关于附近湖里的鱼的展览馆 里面挺无聊的,看着看着就感觉后面有一双眼睛一直在盯着我 回头一看是管理员老大爷 他发现我注意到他来去上来大话 问你从哪来的,干什么来的,跟茶户狗似的 听说我是从东京来的外国人,眼神就更复杂了 这时候我才明白,原来他误以为我是来自杀的 我连忙解释,但他根本不信 非得让我在里面再看一会儿,等车来了要目送我上车 连上个字我出来都发现他正在找我 在等车的时候呢,我就问了他很多关于青木园的问题 他说见到里面树很密,走到哪里都一样 有一部分地方指南针还会乱指 很容易迷路出不来 原来没有这么多人来自杀,都怪媒体报道了自杀情况以后 大家都相中这个地方 所以现在媒体都禁止报道相关内容 然后我去那天早上正好有个老婆婆自己进树海了 老大爷就报警了,警车进去了一天还没出来 他说这种事经常发生,所以说他才每天忧心忡忡的 当时吓了一跳,我问他老婆婆没死吧 正好这车来了,他最终也没回答我这个问题 就这样我离开了这个日本最阴暗的地方 但同时也感受到了一丝人性的温暖 的时间 时间 继续 三次 Yak 7 4